泰国传统的泼水节即将到来 世界各国的游客将涌到那里 跟当地的民众一起欢庆 由于泰王蒲梅棚去年逝世 全国仍在调宴期 今年的泼水节庆祝活动 受到当局严格管制 泰国曼谷政府表示 在已故泰王蒲梅棚的调宴期内 泼水节的庆祝活动将受到限制 缩小规模 政府将在4月13号到15号的中午 到晚上10点间 在所划定的特别区域 举办泼水节庆祝活动 让民众嬉戏 跟以往相比 今年的活动庆祝时长缩短 范围也缩小 此外当局也禁止相关的业者 高声播放音乐 并且限制酒类饮料的 售卖和高压水枪的使用 当局也提醒民众 不要穿过于暴露的衣着 以保持对国丧和先王蒲梅棚的尊重 对国家不许多 对国家不许多 搖划定的 西哥